大家好,我是旗家限定的丹尼2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Decorium 由拍龍玩具代理遊戲中文版同房二夢 是一款支援二至四人遊玩的限制溝通合作類的卓遊 每位玩家都有一個裝修防止的喜好要求 每人都要在不透露自己條件卡的內容情況下 在有限回合數完結前完成所有人的秘密喜好 遊戲提供兩個人一起玩的有小故事的戰役過關模式 隨著推進關卡會解鎖神秘配件,會加一些新遊戲機制 三至四人遊玩就有另一套自由選擇情境和難度的關卡給大家玩 在兩人遊戲戰役中每一個關卡開始前都有一個小小故事背景 兩個玩家擔任的角色都有各自小願望和心裡獨白故事 整套戰役總共有20個關卡 關卡之間穿插不同伴侶、室友或朋友間同居故事 每隔幾關同一對角色會再度出現 故事很有追看性和吸引玩家墮入故事和繼續開遊戲 遊戲的流程十分簡單,玩家執行自己回合時可以選擇 幫家屋增加物件、刪除物件、改變物件的位置 或是把房間的牆改變顏色 執行一個行動之後,玩家可以在完結回合前 表達自己是否滿意的屋 然後其他玩家可以對你剛剛執行的行動去表態 究竟是否喜歡 順時針到下位玩家執行回合直至有限輪數完結 如果房間的現況不能夠同時滿足所有玩家的條件卡 所有玩家就輸掉遊戲 在某幾個輪數完結時會有一個深有靈犀或失有會議階段 讓玩家交換自己的條件卡 遊戲缺點方面 遊戲裡的失有會議階段會將大家的隱藏條件公開 很容易令玩家只會橫目等待這個階段來到的提示 才會繼續去想 遊戲優點方面 遊戲主題非常有趣 就是合作裝修家 加上二人模式小故事也非常吸引 這個透明亞加利部件也做得很漂亮 規則簡單易明 簡直是推慳過場必備的桌上遊戲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隻同房異夢的桌上遊戲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改影片有幫助的like and share 如果想看更多相關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